中国正式退出菲律宾铁路项目 500亿大单没有国家敢接手 对此专家感叹 这条铁路如果没有中国参与肯定修不成 那事实真是如此吗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欢迎观看本期节目 在观看之前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节目了 三年前 中国与菲律宾签订合作了一项 投资高达500亿的铁路建设项目 虽然菲律宾国内一直在向国际社会强调 此次合作定会实现双方共赢的局面 可实际上 这完全是中国对菲律宾实施的援助 从各个方面来说 获益最大的都是菲律宾 7月29日 菲律宾表示 中国退出了苏比克克拉克铁路项目 这也就意味着 这一辈菲律宾视为旗舰基础设施项目将面临停摆 消息一出瞬间震惊世界各国 而菲律宾也开始紧急到各处寻求新的合作伙伴 那么在这几年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中国会突然宣布退出呢 苏比克克拉克铁路 是菲律宾里送到中部规划的一条重要基建项目 该铁路全长71公里 连接苏比克湾和克拉克国际机场 这一铁路合作项目主要是为了在菲律宾国内建造 重要性不言而喻 菲律宾也称这一铁路为旅送经济走廊 这条铁路采用的是中国标准 也是由中国基建队承包建设的 安全性与工作效率都是全世界最高 在这个互联网时代 若铁路成功建成 将会大大提升菲律宾国内物流效率 降低运输成本 实现以一条铁路带动全国的经济发展 起初 菲律宾态度十分友善 2021年菲律宾与中国企业签署合作协议 项目主要采用中国标准 建设公期约为42个月 计划投资金额高达500亿菲律宾比锁 折合人民币也就是62亿 该项目建成后 菲律宾将成功实现和新经济区之间的 港口 铁路 航空连运 从而更高效地提升本国的交通物流运输效率 激发沿线发展潜力 助力菲律宾实现经济腾飞 不仅如此 2022年菲律宾还继续与中国签署了 菲律宾国家铁路南线长途铁路项目 棉兰老铁路项目的达沃 迪格斯线段两大铁路项目合作 三个项目总价值高达49亿美元 项目资金则主要由中国提供 多年以来 中国一直都是菲律宾第一大投资来源国 仅据年上半年 便投资了10.7亿美元 远超同期每日对菲律宾的投资总额 然而由于菲律宾在南海上的频繁活动 已经影响到了中国在菲律宾的投资合作 去年 菲律宾就曾以 需要重新评估项目对环境及社会造成影响为由 无故叫停中启程建的 马尼拉湾22个填海项目 如今中国放弃了包括苏比克 克拉克铁路在内的三个铁路项目 让菲律宾措手不及 为了不让上百亿项目打水漂 菲律宾正在寻找每日接盘 自从中国撤资后 菲律宾的经济也受到了重大影响 以至于很多项目都陷入资金短缺状态 对此专家感叹 这条铁路如果没有中国参与肯定修不成 可能有些人不理解 为什么中国的撤资会影响到菲律宾的经济发展 其实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菲律宾的很多项目都是与中国进行的合作 而中国也为此投入大量资金 一旦没有了中国的资金支持 这些项目必定会陷入瘫痪 基础设施建设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根基 如果基础设施建设支持无法进展的话 国家的经济发展就会受损 甚至还会动摇国本 小马斯克显然也是明白这个道理的 所以他在面对这一滩烂泥史也迅速做出了决定 毕竟靠自己的能力根本无法度过困境 这时候就需要找外援了 有了外援的加入后 经济恢复的时间也会大大缩短 自从中国撤资后 小马斯克就将希望寄托在了美国和日本身上 根据日前报道称 菲律宾表示 在中国退出苏比克克拉克铁路项目后 菲律宾正在寻求与美国和日本合作 希望美日能够为这一价值500亿菲律宾比锁的项目提供资金支持 而早在今年4月 美日菲曾在华盛顿兆开首次三边峰会 会后三国一致同意 将在履颂岛经济走廊的多个领域中进行实际投资 紧接着5月份 三国又为了履颂经济走廊项目举行了首次官方级别会议 菲律宾的诉求是 希望美国能够在未来5至10年内 为其提供1000亿美元的投资协议 而在上个月 菲律宾还曾派出经济代表团前往日本东京 主要目的还是为国内的铁路项目寻求日本帮助 但美国做出的投资旅送经济走廊的承诺 目前来看并未兑现 苏比克克拉克铁路项目陷入停滞状态 菲律宾认为 在美日的背书下 即便中国退出铁路项目 菲律宾依旧底气十足 但实际上美日是否会为菲律宾买单 还无法下定论 毕竟对于美国而言 这条铁路即便建成 美国在其中也很难获得更多收益 因此只要能够实现自己在菲律宾 以及南海等方面的战略目标 这条铁路项目是否能够落地 并不在美国的重点考虑范围内 至于日本 虽然近几年 日本正在积极向国际社会推行自己的新岸线高铁技术 如果菲律宾这一铁路项目落入日本手中 也是日本轨道技术对外的一次重要宣传 此前 日本就曾试图涉足菲律宾高铁项目 如今中国真的撤资了 岂不是日本大显身手的好时机 但日本目前面临的局势也十分严峻 一边是因排放和污水引起的国际舆论压力 另一边日元汇率的大幅下跌 也让日本的经济情况更加严峻 更何况日本多年来对外投资的铁路项目不在少数 比如越南的南北高铁 印度的第一条高铁项目等 但将近20年 越南南北高铁一寸也没有修起来 承建的印度高铁五年只修了十公里 还要求加钱 这不禁令人怀疑一旦菲律宾的铁路项目也交给日本 会不会重蹈覆辙 苏比克克拉克铁路项目的停滞 不仅将导致外界对菲律宾投资环境可进度下降 也将令菲律宾接下来的经济发展前景举步维艰 眼下 菲律宾为项目资金寻找新来源还没有着落 未来恐怕也很难达到预期效果 作为群岛国家的菲律宾 自然也知道与大国建立外交关系和发展本国经济的重要性 菲律宾国内的生产力气不晚 若是不依靠一些强国的支持 很难在短时间内提升本国的实力 赶上其他国家的平均水平 除此之外 菲律宾仍却一直拖欠着中方的建设资金 这又是为何 2021年主持签订铁路项目合作的 是菲律宾的上一任总统杜特尔特 在杜特尔特在任期间 这项合作一直友好平稳地进行着 然而直到小马克思的上台 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而杜特尔特与其最大的区别就在于 杜特尔特是一个真正为本国公民着想的总统 反观小马克思则 是一直为了自己的利益与美国走得十分密切 做出的抉择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西方霸权思想的影响 小马克思当选新一任总统后 便开始故意搞事 先是故意拖延铁路建设这一重大项目 后又在2022年突然提出无理要求 道德绑架中国把铁路建设项目的贷款利率 从3%降为2% 这一要求摆明了就是在挑衅中国 2%甚至要比银行的存款利率还低 小马克思的态度越发恶劣 农夫与蛇的戏法再次上演 中国也决定不再给非方什么好脸色 小马克思还是低估了中国对于菲律宾的重要性 根据近几年的数据记录表明 菲律宾整个国家主要的经济收入都来自于中国 第一 每年前来菲律宾旅游人数最多的是中国 其次 菲律宾作为盛产水果的国家 他们的水果主要都是出口到中国 可以说如果没有中国的厂家购买 菲律宾的果农有一半以上都要破产 如此看来 中国其实掌握着菲律宾的经济命脉 可尽管几年来 菲律宾一直在对中国领土主权问题进行安涉与挑衅 中国仍旧十分仁异 不忍心利用经济命脉作为利剑 伤害到菲律宾国内的无辜人民群众 可这一道理菲律宾政府却始终不明白 甚至屡次恶意挑衅 但这些都远远比不上铁路项目的撤资 带给菲律宾的影响 事实上 全世界上百个国家并不是只有中国才会修铁路 只是除了中国之外 再不会有任何一个国家如此友善 愿意投资五百亿 况且苏比克克拉克铁路若是建成 带来的经济效益将是无穷无尽的 可就目前情况看来 中国撤资 菲律宾政府面临最棘手的问题 就是向外界求助 有钱才能继续修建铁路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可以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